这个中国说叫坚果,坚果就是Nuts Nuts服术是真是骂人的 我说过最著名的就是 巴斯托尼阿登战役1944年12月 希特勒最后一次对盟军反扑 德军把盟军的101空降师 就是兄弟连的那帮人给围在这儿了 然后德国军官说你们101空降师 是也没有重武器 停止抵抗 我们都是姓马丁路德新教的 都是一个上帝 一个意识形态 再打下去没劲 当时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思维尔泰勒不在 炮术军官在 代理市长职务 就在那个劝详书上回了一个字 Nuts 我翻译就是操 中国人也有翻译成别的的 说蛋之类什么的那玩意儿 但无外乎都是下边那个亚三路的东西 人得敬畏神 所以即使打仗的时候 我们老说打仗是科学 但洋人尤其德国人就是约米尼啊 写战术的那个写战略那个 还有嘛那个叫什么 战争论的那个 克劳塞维茨 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宗教 战争是艺术 既然是艺术就跟弹钢琴似的 每一次你弹出来那个曲调 都是不一样的 科学每次都那样 一加一永远等一二 H2O弄一起就是水 水在常温常压下 到了一百度就沸腾就气化 到零度就固化就结成兵 零下四度的时候 体积会变得最小 超过四度又开始涨 你看湿岸海每天冬天一冻兵 一低于零下四度的时候 那兵就涨 能把河岸都给称列了 这就是自然 高级的是敬畏神 低级的敬畏自然 我原来有一兄弟 摄影记者 摄影记者一般都化 他比我大12天 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 那一年他把全中国的 所有摄影大赛的 一等奖全得了 他是一个特天才的摄影师 一辈子没有后代 有过几个特优秀的女朋友 女朋友我都认识 现在他乖了 不走了 是因为知道我拿着鸭子 会给他骨头吃 你还吃了吗 嘿 都认识来 把他给快递打包的 走了得了 来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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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傻 他那个附近的保安 什么 顺丰 他全认识 一般快递 他还不去 那是找我 打包给弄走的 走远了 所以他一路上 你看 又看那个女孩呢 因为那女孩吃冰棍呢 一根冰棍就能给他骗走 所以那个北京粗话叫 嘴馋 那个什么浪 就是指这种小母狗 我那哥们呢 他就说 他女朋友特多 而且都是特优秀 特漂亮 他就跟我说 这人一辈子 就打五千炮 多了一炮就不行 身体不行 就这么多 所以年轻的时候 如果过分的挥霍 老了以后啊 就无后 因为你太挥霍 上帝给你的权利了 所以这一个人 活在世界上 要充满敬畏 为什么说嘴上没牢 没毛 办事不牢呢 就是没胡子的小孩 听那一指 动物凶猛 王硕说的 什么都敢干 老炮编走就跟我说 打架就怕碰见 十几岁出头了 打死小混蛋就是 十一十二十三 初中生 小学生 不懂后果 又不成人 犯了事之后 不计后果 也不好追究后果 都是小孩 所以那么大孩子 叫动物凶猛 所以那个王硕小说 叫动物凶猛 请勿靠近 等以后变成电影 就只声动物凶猛 没说后半句 请勿靠近 动物凶猛 所以有自然 神就能限制一个人的 胡作非为 就能限制 男人为什么容易信神 又容易认识自我呢 因为他经常在外边打猎 做工啊 经常碰到各种难题 知道自己的欲望 会是容易被限制的 包括自己身上那个 第208块骨头 他比女孩多一个 他肉就是那块 最奢侈的骨头 他也不能下屎 屎完就完了 屎那么一会儿就完了 所以他就有敬畏之心 敬畏之心 就会束缚自己的行为 谢谢